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开始学习竞品分析的方法 就前面呢 我们刚才呢 学习了这个市场分析方法 我说了呢 我们把市场分析呢 当一个更偏宏观的分析 我们把这个竞品分析呢 当一个更具体的 更偏微观的分析 大概是在我们这个课里边这样讲 那我也要强调一下 我说了就是说 只是我这个课这样讲 那在实际当中呢 你可能能做一个市场分析的话 你也不可避免的 要去把市场上的几个主要产品 对吧 几个主要的玩家 几个主要的竞品 拿出来分析一番 对吧 同样的 你在做市场 在做这个竞品分析的时候呢 你也不可避免的 需要把市场的一些概况 一些总体情况 拿出来分析一下 对吧 所以呢 其实这往往两个部分呢 是有融合的啊 那 我在这说明一下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那么下面呢 我就讲一下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思路 我就讲一些 在竞品的所谓的 我们这个微观上 可以有哪些分析的方法啊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 SWOT的方法啊 这个SWOT的单词呢 是分别是四个 一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啊 这个 strengthies Vic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也分别就是优势 劣势 机会 和挑战啊 这几个单词啊 那么他一般的是 拿来去分析 比如说 呃 我们内部的啊 相对于外部的 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一些 优点和缺点 优势劣势吧 然后呢 面对于市场 面对于外部环境 我们有哪些机会 我们有哪些挑战啊 需要去迎接的 需要去战胜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啊 呃 那我们把它借用在 我们这个竞争分析里边呢 那不用说这样去 完全的呃 机械性的去搬它了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思路来用 呃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呢 在竞争几个竞争做对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对比之间啊 针对某一些对比的点 去把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这样的足够的列出来啊 就比如说吧 就比如说我如果要对比那个呃 抖音和快手的话 对吧 那我可以说在一个一个方面 比如说直播方面啊 抖音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啊 快手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对吧 然后呢 在电商方面 抖音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啊 快手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对 大概这个意思 对吧 哎 我们可以去把它的一个一个的点的优势式去对比 那这就用到这一个呃 所有的方法的这两个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在后面呢 哎 对比完了之后呢 哎 可以把对应的相应的机会 和这个挑战 来说一下啊 比如说假如说我是抖音的话 抖音方的话 那我做这个分析 我就可以说 哎 经过这个优势式的分析之后呢 哎 我们还遇到哪些opportunities 对吧 哪些机会 然后呢 我们哪些挑战 是需要去战胜的 对 可以在后面去把这两个点 总结一下 我们去这么用 这个所有的分析啊 呃 这里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我们分析这个 呃 国外的一些市场的 这个 一些这个 支付的方式啊 就是说 如果说有些国外的市场 我们要去考虑说 去 去他们那里做这个 移动支付 比如做钱包吧 或者做支付宝吧 或者做微信支付吧 那么我们说去做一个市场研究 那么我们比如说 对现有的一些支付方式 做个研究 那哎 说现有的支付方式 可能是包括说 这个现金方式 对吧 传统的cash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储蓄卡 信用卡和网银 对吧 这些方式 那么呢 我们分别从不同的维度 来对比这些 不同的五个维度 来对比他们的优劣势 对吧 说现金呢 它通用性比较好 但是呢 这个储蓄卡和这个信用卡 就一般 对吧 但是网银的通用性比较差 哎 不拉不拉的 你看我们这个分别 可以从不同维度啊 把每一个 每一个啊 算是竞品吧 对吧 每一个他们的都去 做这样的一个打分 一个评估 那就是一个 相当于每一个 做了一个优劣势的评估 对吧 哎 就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大概 哎 就这么一个 这算是我们的一个例子啊 一个应用的一个例子啊 算是我们把所有的方法 做一个活去活用 OK 好 那么在这里先给大家的 介绍了所有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后面呢 就开始来具体的展开啊 怎么去运用 这样的一些 所有的方法的一些对比啊 去从不同的维度 来去对比我们的竞品啊 接下来呢 我们第一个要学的 就是我们从这个功能层面 去对比我们的这个竞品 那么再去介绍这个功能层面的 这个对比竞品的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 这本书在我们的课程的这个 呃 封面里面 我们也说了是啊 就是用户体验要素这本书啊 这是一本呃 这个引进的书 翻译的书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的 算是一本这个产品经理 翻译的一本入门书吧 也算是一本经典书吧 其实挺薄的 大概一百多页 然后还是个小开本啊 就挺容易读完的 呃 我是觉得我为什么在这里 引入这个书呢 我想说是 这个书它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一个思维啊 你看它的标题叫什么呀 叫用户体验要素 对吧 the elements of user experiences 对吧 就是用户体验的要素 它说的是 哎 它说的是用户体验的要素 但是它 为什么给了右边那样的图呢 哎 这个右边这个图也是来自于这个书的啊 它这个书整个的一个框架 就是其实就是围绕这个图来 来讲的 那我跟他解释一下 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啊 你看 它这个图呢 首先是它在这儿 它说最越是底下的越抽象 对吧 越在上面的越具体 对吧 然后呢 越是底下的越偏概念 越在上面越偏完成 偏细节 对吧 OK 偏落地之行 对吧 然后 OK 它是 其实它传达一个什么思维方式 传达一个什么方法论呢 它其实想说 就是说 哎 对于用户来说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是产品的表现层 啊 它把整个一个 这个分成几个层 一个产品分成几层 就是首先是 对靠近用户的 用户的user在这儿啊 它认为是表现层 啊 包括什么呢 比如包括你看到的页面 什么颜色啊 什么颜色的啊 什么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 有什么按钮之类的 哎 它认为这都是表现层 然后紧接着下面是框架层 哎 就是说你这个结构 这个布局是什么样的啊 你这个导航栏啊 你这些是怎么设计的啊 再下面呢 框架层背后呢 是结构层 结构层 它说你整个交互是什么样的啊 就是你这个 逻辑 互相之间啊 这个点了之后 怎么跟服务器之间 做哪些交互流程 有哪些逻辑啊 这个就 哎 更深一点啊 再后面是范围层 哎 他想说范围层 意思是说 哎 我这个网站 或者我这个APP 我包括哪些功能啊 我有哪些功能 我没有哪些功能 就是我做哪些事 我不做哪些事 哎 这是更深一点的啊 再往后面呢 是战略层 哎 战略层是啥呢 就是说 它更抽象啊 它更 笼统概括 那意思是说 你这些功能 你可能好几个功能 都是满足用户的 某一个需求的啊 好几个功能 都是为了解决 用户的一个问题的啊 你比如说啊 比如说 你可以用QQ登录 或者你可以用微信登录 或者你可以用手机号登录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游客登录 哎 你看这都是几个 不同的登录功能 对吧 但是这几个 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用户的 这个身份识别 用户的唯一用户的 这个个人登录 个人账号 这么一个需求 这么一个问题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里面 最根本的 实际上是用户的需求 目标 就是说你要解决用户 什么需求 你要把它作为你的目标 这是最底层的 然后你要解决 这个用户的问题之后 才才慢慢的衍生出来了 你要做什么功能 啊 我们再反过来说啊 就是才衍生出来 你要做什么功能 然后你做什么功能 才接着怎么去实现 这个功能 什么样的交互的结构 然后呢 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设计好了之后 我采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页面的一个布局设计 对吧 什么样的一个导航的设计 再后面是我设计完之后 我该使用什么样的颜色 对吧 该用什么样的 这个按钮啊 等等这些东西 这就是更浅的 所以真正我们的中端用户啊 普通用户 小白啊 他们是直接感受到税了 对吧 但是实际上 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来说 你的整个的思维 在你的脑海里 你是一个整个的框架都有的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作为设计者 说你要去提高用户体验的话 其实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追溯到 我们最根源 追溯到我们最根源 你要解决用户什么问题 才能把这个事 整个的彻底想明白 比如说啊 比如说用户说 用你们这个微信 可以说 用户说 我在支付宝上能理财 而且特别多的进行产品 对吧 甚至能有借备花备 对吧 能有花备用 说你们微信支付 怎么没有这个呢 对吧 哎呀 说你那个体验 就不太好 说你微信支付 怎么只有支付 没有花备呢 没有借备呢 对吧 他就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 对吧 哎 所以呢 你如果说 你要是解决用户 这个体验问题的话 你就要想说 那你 你就不仅仅是从 简单的从说 从我们的这个 微信钱包的这个 界面上去想这个问题了 哎呀 我们前面 是不是可以放下 这个东西啊 不是去这样想问题 而是你是要追溯到 根源 哎 说我们微信支付 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对吧 我们最本质的 我们战略上的 目标是什么 对 我们要不要去 解决用户这个借备 花备 这么一个问题 对吧 对吧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有没有想不想做这个事 OK 你如果想做这个事 你最后才会 退出这样的功能 最后再才是这个功能 该怎么设计 然后用户用 用的爽不爽的问题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 用户用户的体验问题 其实最真正的根源 在于在于这 最深层层的根源 在于战略层 知道吧 所以呢 我介绍这个的意思呢 其实呢 也是给我们 这个进品分析的方法呢 做一个参考 就是一个思路 一个思维的参考 那我这边呢 接下来要讲的啊 我接下来要讲的 这个进品分析呢 我就想去参考它这个 当然跟它这个不完全一样啊 想去参考它这个思路呢 我们去来从不同的层面 对进品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功能层面啊 我们是从 想从功能层面 去对进品做一个对比 接下来第二个 会是这个交互层面 第三个是运营层面 最后一个是战略层面啊 我想从分别成 这四个方面的一个对比 去讲怎么去分析 一个进品啊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这个思路呢 其实就借鉴了它这个啊 我没有像它这样分的这么细啊 什么 什么框架呀 结构层啊 去把这些都分 我没有分这么细啊 我就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首先是功能 对吧 其实最外面的应该是这个 首先应该是交互 最靠近用户的是交互 那我这个交互 可能就包括了这个表现层 和这个框架层 知道吧 和交互和结构层 就可能包含这几个 知道吧 我所谓的交互 就包含这几个 包括视觉上的交互 以及整个信息的架构 这些都包含了 对吧 然后呢 交互的 更下面的 实际上是范围 也就是功能 对吧 就是你的交互 是为了完成一些功能的 比如说 你点一下到下个一面 再点一下到另外一个一面 再点一下返回什么的 这都是完成我们某一个功能 对吧 它是属于一个功能一部分 对吧 OK 那么功能的底层 实际上是我们的什么呢 是我们的需求 或者叫战略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产品的战略定位 是要解决啥事 这就是所谓战略 对吧 然后呢 所以我这边的一个分析 进品分析 我今天要讲的 其实就想从这几个方面 来给大家继续去讲 怎么去做一个进品的对比 从交互层面对比 功能层面对比 战略层面对比 再加一个 看不见的运营层面 再加一个 就是在这个框架里没有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从这四个地方 四个层面去做一个进品分析的对比 那么呢 当然我说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先把功能 放在前面前面讲的 因为交互这个事呢 它实际上依赖于功能的 就你上来就讲交互的话 有点说不清楚 知道吧 所以我们先讲功能层面对比 然后呢 后面会去讲交互层面对比 然后会去讲 再接着讲运营层面对比 最后去讲战略层面对比 好吧 我给大家讲了 我解释了一下我这个思路 解释了一下这个思路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讲 这个功能层面对比 该怎么对比 那功能层面对比呢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提供一个思维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去把我们想要的 这个功能点 去做一个对比 然后拉一个清单 拉一个清单 举个例子吧 这样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 我们对于这个企业微信和丁丁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么 这是关于企业微信和丁丁 我们去专门对比一下 他的这个 邀请新员工 添加新员工的这个功能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交互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是某一个版本的企业微信丁丁 丁丁他的邀请新员工 是这样一个页面 你可以通过这么多方式来邀请他 大概有 这有七八种八九种对吧 那么你看企业微信的只有三种 OK 只有三种方式 OK 那么 我其实就是对比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首先 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对比的这个功能点 可以把这个想对比的功能点 去 拉一个清单 拉一个清单 所以呢 你看接下来 我们就把我们的对比的功能点 在这拉了一个清单 一个个来 比如说 通过微信邀请 来添加 对吧 两个都可以 丁丁都可以 对吧 然后呢 我还发现 发现企业微信呢 它比这个丁丁更好一些 它的优势呢 就是占了这个微信的一些便宜 企业微信 它可以与这个 非关联的微信账号 发邀请 可以发邀请 比如说 这个用微信的A账号 东东的企业微信 然后呢 切换到微信的B账号 然后仍然能够调起 这个B账号 给B的好友发邀请 这段话说的有点绕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 这个细节上 其实企业微信 比丁丁做的更好 原因是因为 它占了微信的便宜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 对吧 OK 第二个点 说从微信的通信录添加 这个是不行的 丁丁是不允许的 对吧 因为是阿里的 对吧 但是呢 企业微信可以 企业微信可以 直接从与企业微信 关联的微信账号里边 通信录里边 就向那个人发邀请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占领了这个微信的便宜 对吧 这就是一个优劣势的分析 OK 再是手机通信录这块 手机通信录这个里边添加 发现两个都可以 但是两个是有差异的 那个丁丁 它是个批量添加 它的批量添加更便捷 企业微信的不能批量 那这个地方可以看见 可见就是企业微信 在这方面 比丁丁要稍逊一筹 丁丁稍胜出一点 对吧 那么我后面就不讲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看我通过这个 添加新员工这个事 我把这个功能 下面的详细的功能点 都列出来了 然后呢 去逐个的把两个 去做一个对比 对吧 你看 把这两个对比 你看右边这些 对吧 这十来个功能 我都合在一起 对吧 逐个对比 你有 你们有 两个都有 然后两个都有的话 谁做得更好 对吧 做这样一个对比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去功能点 去拉一个清单 去逐个这样对比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 这就是一个 从功能层面做对比 一个例子 好 那么简单的 拿这个例子 再总结一下 什么叫从功能层面 做对比呢 就是说 你如果要对比几个竞品呢 那么既然是竞品 对吧 他们肯定是有相似的功能 对吧 要不就是说 你有这个功能 他没有 那也没事 那你直接对比的结果 就是人家我有 人家没有 对吧 那也算是对比 对吧 OK 那如果两个人 都做了这个功能的话 那你就更细的 可以把这个功能 展开了看 对吧 一个个的点 你做怎么样 我做怎么样 然后你的又是什么 我又是什么 这样逐个拉清单 所以我现在说 第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在对比竞品的时候 就可以用功能点 逐个的功能 下面的小的功能点 你挑一个逐个 挑一个功能 功能点展开 逐个的拉清单 这么对比 大家注意 我说的是说 我强调一下 注意我的用词 是添加新员工的方式 这个功能 然后下面 有好多种功能点 对吧 你是这个力度来的 不是说老而统治的 去把所有的 就是一来 所有的拿来比 说一个个的比 对吧 我就光比这个 添加新员工的 这个功能 然后丁丁和企业微信 有什么区别 对吧 然后把这个功能 下面的小的功能点 逐个的列出来 是这么一个思路 好吧 好 那么这个 从功能层面 做净品分析对比 这个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 我会去给大家讲 从交互层面 做对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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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